希望各位法文 哦!這邊我有看到有些問題 我看看哪些的 為什麼awale而不是ahale 因為是古詞嗎? 藤田教授怎麼講 就是momonoawale 為什麼不是 我來說 剛才我給大家顯示的那個 平假名 它寫的就是ahale 但是哈這個發音 現在在日語 它有兩個 一個是哇 一個是哈 兩個讀音 所以現在我們讀的話 就不讀ahale 就讀awale 好 非常好 謝謝 這解決了一個問題 有兩個讀音 日本很多名作家 像川端康成 還有這個 《三島遊祭夫》 《三島遊祭夫》 《借川龍之戒》 還有這個叫做什麼 《四島遊祭夫》 我又忘了 我又忘了 《四島遊祭夫》 反正有好幾個很有名的作家 他們都自殺了 他們都自殺了 除了那個跟風土 跟颱風有關之外 还有没有其他的道理 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 有时候山倒纪幽夫 我看到他的血国 到最后 这个叶子从那个楼上跳下来 因为那个仓库发大火 死掉了 然后那个居子就把它抱起来 那这个 那个男的叫什么 就是导生还是导什么 就是为什么他就没有什么动作 然后就在那边看那个 一个那个银河 好像是流浪子女 这个好像完全没有感情 就是有点apathetic 就好像没有感情 还想到这个叫做 这个松尾巴椒 Mazuo Bashu的 这个排剧 这是什么意思 我就看不懂 到最后那结尾 陈年教授 可不可以这个 我也是 前几个月 我也又读过一次 确实最后的那个结尾 非常的重要 它一个是写大宇宙的一个 就是一个静止的一个世界 然后相比之下 地上是一个火灾的火场 然后一个人从这个窗户 窗户里边飞出来 就好像像一个叶子一样飞落下 飞落到雪地上 是这样一个情况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大自然的一个观照 一个宇宙规模和一个人间规模的一个观照 当中它也可能是要描写一个很大的静的世界当中 会有生命的小小的生命在那里表现出一种激情 但是这种激情它不是热烈的那种激情 而是甜淡的静的很安静的一种激情 就跟刚才那个何时他指出的那种 日本人他不喜欢高兴的时候 哇就像美国人那样 拥抱啊哎呀真棒 不是这样 他的激情是要安静的冷静的来表现出来 因为在这种情况下 他会把死 把生死离别表现得更加深刻 这个芭蕉的诗歌呢 怎么跟这个连接来 我应该再进一步再读 这个我没有 因为这个银河的印象太深了 芭蕉那个我就 我就没有多考虑 以后再探讨一下 谢谢 非常好 老师我来补充两句 就是其实是跟着刚才林老师 林奇老师的这个思路 我想浅显的说呢 其实是三点回答老师这个问题 就是第一点呢 就是说有一句话 日本有一句话就是再没有比死更高的艺术了 死就是生 那么这句话呢 是那个川端康城非常欣赏的一句话 但并不是川端说的 这句话是谁说的呢 是一个日本超现实主义画家 他的名字叫古赫春江 是他 他的记录在川端的散文里面 这句话 那么那个散文集叫做林中的眼 那么这句话非常有名 那么其实这句话 其实是给了死亡赋予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美学意义 这是第一点哈 那么就像刚才林老师 林奇老师说的 向死而生 这是一点 就是说所以自杀的点比较多啊 另外还有一点呢 就是说 老师们都看过《举与刀》啊 《举与刀》这书里面 对日本人自杀的行为呢 有这样一段叙述 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 他是怎么说呢 他说自杀 如果以适当的适当的方式来进行的话 便可以洗刷一个人的污名 保全死后别人对他的好评 就是说死是可以赎罪的 就是把生前的一些不好啊 或者是他所谓的罪孽啊 都可以就说可以宽恕了 就是有一种这样的一种概念啊 所以也许这是一个特点 是第二点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 就是说不知道是不是正确 就是浅显的一个什么 一个感觉了啊 自从疫情之后呢 咱们在日本的老师都知道 日本人自杀的现象是有增多 那么有些有名的年轻的艺人 也是相继自杀 所以呢 这个呢 其实呢 现在成为一个社会问题啊 那么那么就是说 其实就是怎么说呢 日本人对他这个自杀观呢 其实是比较宽容的 他不像就是欧美 基督教徒啊 就是说 哎呀 是批判自杀的 对吧 那么 所以说这个 这个自杀 或者他可以被看成一种 是自我牺牲 或者是他可以看成一种 是一种履行他自己的责任 他甚至可以认为是一种责任 所以 通常呢 美化的比较多 在日本文化里面 所以有一部分学者呢 也说 这是不是受到了 比如说中国儒教的一些影响 那么他到日本来以后 又加以了 对了 所以这个三点 浅显的 就是说回答一下老师的问题 特别浅显 哎 好 谢谢 谢谢 我不知道 是不是 但是那句话 就是那句特别有名的话 就是刚才林老师 也说的那个 向死而生 这句话呢 我觉得是特别 特别对 这个自杀 这个现象是 一个美学方面 就给它提高到 一个美学意识上去了 可能是有些影响的 谢谢 可是我们中国人说 身体法复受之父母 是 所以我们中国人好像 没有这种自杀 没有赞成自杀 对吧 对对 所以应该不会影响到日本 我觉得日本人 他们好像 比如说他们欠负自杀 把它当做一种 一种荣誉 是的 有一部分日本学者呢 好像是说 是有儒教的影响 但是我也是觉得 像您所说 受之父母 好像中国文化上 也不是太赞成自杀 可是西方 可是西方更不 更反对自杀 是的 就是说 有生命才有希望 是 这是 认知的 我想说的 向死而生 重点在于生 它是在一种 时刻都有一种 死的威胁下 生的 非常的 不一样 对 大家在我 在我拼命的 调节电脑的时候 讨论了这么深的问题 讨论了自杀的问题 这个非常重要 而且刚才你讲 你说你说 我的讲的内容 当中 我的讲的 当中 对于自杀 我稍微回避了一下 但是实际上 自然而然 必然的会引起 这个对死的 这个想法 日本人的一个特点 不好意思 林老师 就走 还有一个问题 写在那个 chats上面 我把它念下来 请问 第一员 我再补通一点 因为刚才你讲到 林老师说的 这个向死而生 但我觉得 这个向死而生 在西方 有一个叫 马丁 卡德格尔 他有一个 生命到进食的 一个理论 他是说 生命就是 向死而生 我觉得这个观点 不仅是日本提出来 在西方 哲学当中 也有这样的一个观念 他们就是说 这个马丁 卡德格尔 他是说 他说 并不意味着 是选择去死 而是在 临近绝望 和死亡的那一刻 选择更好的生存 我觉得 这是两种 不同文化的一种解释 在日本认为 死是一种艺术 但是在西方 他可能认为 是在 临近绝望 和死亡的那一刻 选择更好的 更好的生存 这是两种 不同文化的反应 我就说这些 谢谢 谢谢 我再把这个 另外一个问题 寄给腾天老师听 请问402年时的十月鹰 现在也是十月开花吗 是的 现在也是十月开花 我去年十月到十月之间 我去看了一眼 确实在哪开 它的名字就是十月鹰 还有日本人对菊花 也有物哀情怀吗 菊花这个问题比较深 菊花它首先是天皇家的 一个象征 在现在我们民间 菊花是要给死去的人 上坟的时候要献这个菊花 要给他们菊花 是表示一个平稳 一个哀愁 哀思 一个和平 是这样的一个意象 可以吗 请教一下吗 可以请教一下 我刚才一直在听 诸位谈到这个 相史存活 相史而生 这个其实我甚至于怀疑 海德格是影响了日本 因为日本自从明智维新以后 就向西方学习 那么所以呢 近代的这个日本人 比较多自杀的状态 我不知道 藤田教授是否 往前寻找这个自杀的故事 或者什么 我们去日本旅行的时候 甚至于旅行到一个山谷 里头多少的这个情侣 就去死在那儿 大家到了那里参观的时候 几个诗人都像张措啊 他们郑仇余教授都说 哇终于回到人间 就是很阴气很深的感觉 那么甚至于到了 这个本溪市 就是所谓星云大师 他还讲这一段故事 来说你这个死都不怕 那生活中有什么东西 不能handle呢 不能够应付呢 所以要来劝告这些年轻人 不要去死 那不知道你们觉得 是不是这个近代才比较多 这些自杀的案例呢 尤其像三道游记夫 他们这么激烈的表现 是不是比较近代才有的一种趋势 其实从古代 就是每个时代的自杀观都不太一样 比如说武士时代 他的自杀呢 是什么呢 是为了声明自己的清白和忠诚 就是对自己的上司特别忠诚 他为了证明他语言都没有办法说明的时候 他就干脆用自己的生命来说明 这是一个就是江户时代 武士阶层的他们的一种生死观 那到近代以后呢 因为有我觉得西方哲学的影响 还是有一定作用的 就引导比如说心理学的发现 就给日本现代人带来了很大的 就是说探讨自己 观察自己内心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手段 但是呢 问题是什么呢 他们在观察了以后 他们还没有像西方人那样 像上帝来祈祷 然后找出一个解脱的窗口 他们找不到这个解脱窗口 可能也是跟日本的宗教有关系 他们只是更深的去看 自己的这个内部的黑暗的地方 或去自杀 这个三岛尤基夫的自杀呢 又有另外一个这个动机 就是说跟那个武士时代的那些 武士们的想法比较接近 他就是说最近最后 他是要表示向天皇的忠诚 才自杀 他这是特殊的一个例子 我觉得 那个海德戈尔的影响 具体的影响 我现在还没有来得及去调查 海德戈尔的学说当中 有必然论和这个偶然论 但是到他那去留学的 所有的日本哲学家 不约而同的都偏向于偶然论 这个我觉得是跟风土有关系的 而且这个偶然论当中 他就是强调一种人为没法克制的 一种生死观在里边 那他只好向着死 就跟他这个裂倒的风土有关系 但是我具体对自杀的心情 心理状况怎么样 我还没有进行过研究 我好像总觉得应该近而远之 感谢感谢 不好意思 我同意刚才那个田田教授讲的一些观点 非常同意 我觉得他讲到日本跟这个生死观 跟宗教有关系 我觉得是这样 因为日本文化的原点是森林思想 他们最少的神道就是来自于森林的宗教 是人们对森林的一种崇拜 森林崇拜了 他认为一切众生都是在生死之间赶快 所以他们近天近地 直接相处 共存共亡 他们对于生死 他们觉得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 而且他们选择这个死杀的时候 他也会感到宗教里面有一种很毛病的东西 这样死杀的话 是不是要下地狱 我也是感到很奇怪 因为他们很多人都知道 死杀是要下地狱的 按照日本的宗教思想 曾经日本的一个杂志 他列出了100个文学家 选择这个死杀的 但我想他们可能是在内心 有一种绝望 一种重复达到极致的时候 他们把此事为一种 一种秘密的形式来表现了 所以我觉得林奇的讲到这方面的视频也是对的 好 我就想这些 还有一个问题 如果这个字 想走进日本文学 老师能推荐什么书 那要看想了解古典呢 还是想了解现代 如果说是现代的话 我们可以推荐川端康城的小说很好 或者是夏木树石的新 那个作品也很好 要是古典的话 古典那就要懂那个古文 当然有中文翻译的话也可以 比如说这个朝整子 整曹子 我总说错 还有呢就是一世物语 或者是评价物语也挺好的 可以吗 请问我可以问个问题吗 杨会长 可以可以 当然非常欢迎 OK 谢谢 这个腾田老师 非常非常感谢您讲的这么好 使我们对日本的民族性 和它跟文学的联系 有了一个更深刻的了解 那我想跟您请教两个问题 一个呢就是 我在那个美国的这个 Smithsonia下面的亚洲艺术博物馆 做讲解 那我们最近就推出的这个 关于Cherry Blossom 就是樱花节的这个 一个线上的导览 因为今年 我们这个附近的地方 去看樱花也受到一些限制 而且这些博物馆都不开放 那么我们在讲这个樱花的时候 我读到一点文献 里面就谈到 您刚才也谈到 就是樱花节 实际上跟它的农耕文化 很有关系 对不对 它是正好是种稻子的时候 就是樱花开放的时候 就决定它们要下种了 这样也意味着 它们一年的丰收 另外我还读到过 就是说 它们日本人相信这个 它们的Kami 就是它们信的那些小神 是住在樱树里面的 有这样一个说法吗 这是你的提问是吧 对对对 OK 那个樱树里面有神 不光是樱树了 日本人认为 所有的植物当中都有神 对 刚才Kawa老师也讲到 就是它是一个森林的文化 就是它的爱神的文化 它是多神 犯神的对对对 所以樱花有樱花的神 那个竹子里面 也会有竹子的神 都会有神的 那就是刚才你也讲到 就是从梅花到 就赏梅到赏樱的这个转变 除了它那个神话故事 就是说它一片樱花 飘到它的酒杯里 以外还有什么决定的因素 让它从欣赏樱花到欣赏 而不是欣赏梅花到欣赏樱花 另外呢 我还想问一个问题 就是说 最初是贵族的文化 对不对 他们主要是在宫廷里面 后来呢 就是武士道兴起了以后 就是这些 这些幕府的将军 也开始赏樱 然后呢 是什么时候 是什么样的环境下 使得平民百姓也开始 就是变成赏樱 这个花见 变成了一个全民的活动 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 大致的 只能是 那个梅花 刚才梅花 就是说梅花 赏梅 就是从中国文化里面的赏梅 转变成赏樱 这个是主要是什么因素决定的 他们做这种转变 可能有一些学者 有一些论文出现 但是我没有仔细看 我自己考虑 我自己认为什么呢 日本人他的喜欢 他比较喜欢干净 喜欢要落就落得干净的样子 梅花和樱花比起来 一个是 这是我观察的 一个是那个花蕊 花心 你们以后可以看 梅花的花心 和这个樱花的花心 不太一样 还有一个梨花 咱们中国人特别喜欢梨花 这个春天 那个梨花一枝春代雨 但是他们不喜欢梨花 这也是跟 也是跟这个花的形状有关系 它的那个花心 梨花的花心 它那个有黑点点 白花黑点点 他们觉得不干净 梅花和这个樱花 好像这个花心 也有不同的地方 还有一个呢 是落花的时候不一样 梅花它不落 它要大体 它都要干在那个树枝上 这个他们觉得不好 不干净 要落你就落个干净 这个就跟他们的脾气 跟他们的这个性格有关系 这个呢 也是我母亲 她也是在日本生长 以后她跟我谈过这个问题 都是好多年 她已经过世了 然后我到日本四十多年 我就有观察 我也觉得 我母亲说的也对 好像这一个 比较微小的地方 跟他们逐渐的 还是喜欢 樱花有一定的关系 我是这么想 再有一个就是 这个武士文化 从宫廷到幕府 再到平民 它是有一个 很长的一个过程的 对不对 那就是说 它这个从宫廷转到幕府 比较可以理解 因为幕府后来有权势了 对吧 所以他们也开始 在他们的一些 这个住所外面 开始引进了樱花 那但是引到就是平民 好像是到17世纪左右才 对 对 就是凑近这个 变成平民化 因为它要引众 这个樱花 还是会要花很多钱的 对不对 那么他们 而且他们就是 杂交了这么多的 不同的品种 就是说 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 使得它变成了一个 全民的活动 我觉得这个跟大众的经济水平 有关系 生活水平有关系 就是江户时代 进入江户时代 很多大城市 比如说东京 以前不叫东京 就叫江户嘛 还有大阪 这些地方 因为他们有经商 所以他们就 有很多富豪出来 人们的生活 也都富裕了 这样的话 他们就逐渐的 在从江户时代 就逐渐的有民间的赏花的风俗开始 那赏花的过程当中 他们就会自己来结交 培养各种品种等等的 最重要的还是江户以后 江户时代以后 就是渗入到民间去赏花 我是没有具体根据 他要看书 对就是也跟他的服饰会的艺术 有点平行了 是吧 对对对 是的 非常感谢 不好意思 我在念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原式物语 会不会很难读 是 比较不 原式物语 是 要用日语读的话 很难读 我到现在也是觉得很困难 他语法太难了 而且日语它有个特点 他主语他经常省略 就不知道谁说的 然后对象 说的对象的那个人也省略 他用什么来判断呢 他用敬语尊敬语 就是动词的后边附着的尊敬语 那个尊敬语 他按这个来判断 对方是天皇 或者是对方是一个下属的人物 是这样子 所以比较难 确实是有点困难 会不会有那个结尾语 有些是男人用的结尾语 有些是女人用的结尾语 结尾语 跟法语比起来还容易一些 没有这么多男性的区别 但是它有敬语迁语 就是谦虚的那个 敬语迁语 有这个区别 而且敬语当中 它有几个等级 对天皇用的金语 和对天皇下半人用的金语 都不一样 所以就比较困难 各位还有没有问题 欢迎 非常欢迎 问这个机会难得 这个樱花 台湾一些樱花是三樱花 他们好像三樱花 没有那个极野樱 好看 是真的吗 这个 是的 山樱花都是原始的 没有加工的 那个极野樱 是人后来这个培植的 对对对 还有其他很多很多种类 对 不好意思 请问那个 你刚刚提到那个一四台风 那个援军进攻日本 那个是哪一年 你说是1724年吗 对对对 1724年 1724年的中国是清朝 不是 忘了 15 你看看我弄错了 15 那15可能没生意 一二多少年了 一二 late 1200 因为我刚刚看到是1724年 1724年 我已经清朝了 稍微 稍微 天后来 等一会儿 我让我们家人去查一下 没有关系 只是我刚刚觉得 好像1724年 清朝的时候 等一下确认一下 这跟文学没有什么大 没有什么关系 这是一个历史的问题 因为历史上好像是蛮大的一件事情 人群要进攻日本没有什么 两次都被台风挡掉了 我把数字弄错了 1274 1274 这两个数字写颠倒 1274 数字颠倒了 谢谢我马上修改 不好意思 不会不会不会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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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杨老师 杨会长现在已经是日本时间11点45了 11点开始到现在两个多小时 是不是可以结束了 可以可以这个欲霸不能 谢谢藤田教授给我们学到很多东西 非常非常 也感谢各位来参加这个 这个 也感谢主办的华谷书友会 谢谢 今天学到 感谢张女士 杨会长 感谢杨会长一直在主持 谢谢 不敢让不敢 不想真的太精彩了 希望以后我们还可以再请 您来指导 不敢不敢 和大家一起交流 对讲一些文 文学很有意思 很有意思 三除音 三除音都看不到你的脸 你这个 屏蔽一直不敢露脸 因为今天我不是 我不是主角 所以 我也想听到你发言 因为你对日本文化也是有 有关 没有 我没有研究 不过我在那个 那边我写了几个问题 有几个问题 我写在那个 那边 对 对 你说原生会不会很难得 谢谢 希望以后还可以 请到你们 日本华文女作家协会的 这些专家学者来 跟我们分享日本的文化文学 是很重要 谢谢 太好了 学到很多东西 好吗 很精彩 很广见识 对 学习了 OK 那这样我们 我们是不是可以结束了 因为大家都非常忙 程程教授非常忙 我们这个时间 我们这个时间也就 要再超过来 好可以 谢谢 那杨会长 你把这个关掉 对 好的 那我们就退了 好吧 谢谢 谢谢大家 非常感谢 谢谢大家 好的